弟兄姊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学习基督教要义 那么今天我们进入130课 基督徒的自由的第一讲 脱离律法之义的自由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的十九章的一节到三节 在听课的过程当中 我们盼望大家带着这样的疑问去听 有助于让我们抓住重点 激励我们追求什么和什么 加尔文牧师说到基督徒的自由 任何想要概括完整福音的教理 就不应该忽略基督徒自由的诠释 这是非常重要的题目 这里说什么呢 你要想完整的了解福音 或者概括福音的教理 我们就不应该忽略对基督徒自由的阐述 福音的教理 如果说福音的教理 我们说上帝在基督里所成就的 上帝在福音里所应许的 这个是客观的对不对 客观的上帝成就的什么 上帝做了什么 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什么 但是基督徒的自由 就是说到我们在基督里实际享用的什么 当上帝应许了 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后 实际我们享受了什么 所以福音的教理我们可以说客观的上帝所成就的工作或应许的 其实他也你光谈客观的也不行 还要谈不可忽视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 也就是说基督徒的自由和福音的理解是不可以分家的 我们不是谈论一个空的 跟我们毫不相干的 我们也经历不到 享受不到的 跟我们也刮不上边的一个事物 我们是谈和我们有关系的 我们可以享受的 我们在上帝面前的 在基督里可以实际享用的一些特权和恩典 所以这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内容 基督徒的自由 而且如果我们和我们最近一直谈的称义的教理联系起来说的话 可以说基督徒的自由是称义的俘虏 关于基督徒自由的阐述 这个阐释是他的俘虏 或者说副产品 也就是说因着性称义之后 带来什么样的果效 延伸出来的 所以称义虽然不是说基督徒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的自由是基于称义 而且是不可与称义分开的 所以我之所以说称义的教理我们处理完了 但是现在马上要处理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 我们发现自由又不能独立于称义来谈 这就是基督教真理的有机性 我们往往学什么悔改 信心重生 预定 得救 然后称义 成圣 坚然 得荣 我们都是个别的去学习不同的教理 顶多我们把它们串在一个逻辑的延长线上 像一个金链一样 我们称之为救恩的次序 救恩的秩序 救恩的顺序 救恩的程序等等都可以 但是千万不要误解 它是不同阶段流水线的不同的事物 它们之间甚至有的事情是同时发生的 关于救恩这一个事物不同的层面和维度而已 是有机的一个整体 因为基督不是分开的 相信基督 整权的领受基督 基督所为我们成就的 我们就有份于基督为我们成就的 所以称义虽然和基督徒的自由之间是不同的主题 但是谈到称义的时候 我们又不得不缠称义带来的果效 基督徒的自由 所以基督徒的自由是非常重要的题目 因此虽然它只是15个小节 16个小节 但是我觉得有些必要把它不动的划分 我们今天可能会只谈第一个自由 但是每一个里面的内容非常丰富 所以盼望其实一讲就可以讲完 但是我觉得有必要细一点讲 非常重要 因为跟我们今天有一些苦恼 面对的很多的挣扎 也是非常息息相关的 不仅是讲了称义 我们大家都明白称义 称义之后带给我们真正的好处和益处 我们之间虽然谈了很多 但是在这个延长线上继续谈自由 让我们更深的知道 我们基督徒的自由是怎样的自由 和今天我们上次也谈到了 今天社会一般文化当中 所强调的什么民主自由人权的自由 又是有什么样本质的区别呢 有必要了解福音里面的自由是什么 免得我们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 虽然我之前也轻微的点到一些本质性的问题 所以就花时间多一点来谈这个问题 因此呢 我们说加尔文牧师说到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是必要的需要处理的问题 为什么重要呢 他从两个方面讲 第一个方面就是谈到基督徒自由给我们带来的益处 人若不明白此教理 那就会陷入什么 然后必然会迟疑和犹豫不定 并且在所有的事上都不坚定 胆怯 一定会这样 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基督徒享受了什么样的自由 我们一定会疑惑 一定会迟疑 一定会犹豫不决 一定会不坚定 一定会胆怯 如果讲具体的话 其实很 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肯定也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或者大家现在正在经历 就是你会发现你要顺从神的旨意 你要像天父完全一样 你们要完全像你天父要完全一样 我们明白上帝的律法 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 我们就感到一个困惑 往往我们知道的很多 但是活出来的和他不是一比一的 只有耶稣和上帝自己是一比一的 上帝自己 上帝不违背自己的本性 所以上帝所行的竞斗诚实 竞斗公义 既符合自己的旨意 不违背自己 基督来了 也是完全顺从父的旨意 没有任何犯罪 无罪当中出生 在无罪当中生活 在无罪当中进入到荣耀里面 他没有任何不顺从 完全与上帝的旨意一致的生活 我们可能知道一百个神的旨意 但是我们可能努力 在恩典当中充满 活了可能百分之六十七十 活了六七十条 不错了 有的时候更少等等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总有一种本性 我们人天生的一种本性 我之前也跟大家谈到 总是想尝试着自己做点什么 来帮上帝 来成就自己的救恩 这样的话 我们心里面一方面会觉得有踏实 有功劳 有自己的参与 自己就觉得有所成就 但是实际上既踏实又不踏实 要自己做呢 大家总觉得白得来的好像不太 有点飘渺不定 自己做点什么 自己心里有点点 但是真的去做的时候 你就发现 我们就会陷入到疑惑 为什么 我这样真的能够被上帝接纳吗 我这样上帝真的喜悦吗 迟疑不定 然后不断的信心不坚定 总没有救恩的确据 不坚定甚至胆怯 为什么 你发现你冒犯神 得罪神 违背律法的事情很多 所以你觉得上帝向你发怒 所以你始终是一种胆怯 无法坦然的来到上帝面前 因为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一个 遭神愤怒的对象 所以好处是什么呢 当我明白称义 当我明白在基督里 我的身份获得的自由是什么 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哪些事情上 基督让我们得以自由 在那个方面我就可以坦然不惧怕 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里面虽然描述了很多消极的陷入疑惑 如果不明白我们所获得的 基督为我们赚得的这个自由的话 我们一定会疑惑 迟疑犹豫不定 不坚定胆怯 所以就没有救恩的确据 时好时坏 好的时候就热的不行 坏的时候就沮丧的 好像自己要滑入地狱的那种感觉 好像上帝就抛弃自己那种感觉 这种过程我自己也曾经经过 大概两三年的世界 陷入到很深的这种痛苦当中 越认真的基督徒越容易陷 稀里糊涂的无所谓 A也好 B也好 左也好 右也好 无所谓 不在乎 他不会有痛苦 越认真的人 而又不知道自己已经获得自由的人 越努力 越陷入到这种沮丧和不安恐惧里面 所以好处是可以让我们摆布这些 然后第二呢 为什么一定要讨论基督徒的自由呢 是要面对两个极端 当我们谈到基督徒的自由的时候 家人牧师说到有两种极端 一种极端就是嘲讽和忽视 这种人是忽视我们在基督徒 基督里面的自由 而且嘲讽 绩效 另一种是虽然是重视 但是把它当作放纵的机会 借着基督徒的自由的借口 来放纵不服约束 那这些人呢 家务牧师说到了是不金钱的人 然后就是还有这个卢西安等一伙人 就是卢西安派 或者是卢西安一伙的人等等 跟随这个卢西安的人 卢西安也好 卢西安也好 那他是讽刺基督教信仰和基督徒的行为 那他是这个萨摩萨他的卢西安 然后他讲了这个教训以后 很多人就拥护他的教导 所以在当时呢 家务牧师说 必须谈到基督徒自由的时候 免得这些人的错拗来搅扰和困惑我们 他们的功绩很大 一方面为我们的艺术 享受这个艺术 另一方面我们要抵挡那些毁谤 绩效或者是放纵 这两种极端大家知道 两种极端 所以有必要处理 家务牧师就在这个第一桥节里面 处理了这个基督徒自由 认识基督徒的自由是何等的有益和必要 那陷入这两种极端困境之中的 我们该怎么办呢 无非我们明白这个主题 此主题就是基督徒的自由 保则我们就无法真正的明白基督 我们无法真正的认识基督 无法真正的明白福音的真理 我们也无法真正的经历 或者明白内心的平安 所以你很重要 为什么一定要除了这个艺术 这个可以说这是艺术 然后还消极的是抵挡这个艺术 就是当我们明白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正确的认识基督 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 他做而带来的我们的自由 他的功劳 救赎之功 换来我们的自由和释放 就像我们刚才的诗歌所唱的 然后我们明白基督徒自由 我们才真的明白福音的真理 为什么 这是福音所带给我们的果效 对不对 应许的 然后内心才能够真正经历灵魂 内心的内在的灵魂的平安安宁 不明白这些的话 怎么知道自己获得了这个自由 一定会陷入到这些里面 疑惑困惑 但却犹豫不定等等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 所以呢 当我们谈到这个的时候 不能抑制或者压制 非常必要的福音教理 就是这一非常必要的福音的教义 同时呢 要努力避免常常出现的荒谬的意义 这就是对这两个问题的总结 当我们知道它的必要性福音的益处 给我们带来的益处 这是第一点 对应第一点 然后同时要努力避免常常出现的这个错误的 这是第二点 对基督徒自由的忽视或者是放纵 那论到基督徒的自由呢 加尔文牧师说到它包含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脱离律法之意的自由 换句话说 就是脱离律法的行为的自由 用保罗的话就是脱离了律法 脱离了律法 所谓的脱离了律法是什么呢 这里面详细解释 脱离了律法的意 脱离了律法的行为 我们今天会要围绕着这个解释 第二点呢 就是甘愿的自愿的顺从上帝旨意的自由 第一个是脱离律法之意 律法的行为的自由 第二个就是甘愿的 不是出于勉强的 惧怕的 自愿的顺从上帝旨意的自由 第三就是行与不行 无关紧要之事的自由 这里面我们会解释 无关紧要之事 行或者不行 无关紧要之事的自由 所以加尔文牧师所说的基督徒的自由分 包含这三个部分 那么今天呢 我们主要来看脱离律法之意的自由 首先呢 当基督徒寻求在神的面前称义 注意啊 在神面前称义的确据的时候 他们的良心 主语是良心啊 良心必须超越律法 完全抛弃 靠律法称义的想法 注意 论到我们在神的面前 如何站立得住 如何被神接纳 如何被神称义的这个确据的时候 我们如何能够站在神的面前 良心得以安宁呢 加尔文牧师说 我们必须超越律法 越过律法 而且这里面说到完全抛弃 靠律法称义的想法 我们试图要努力遵守律法来获得义 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律法的义 律法的行为 我们学习主日讲到罗马书的时候 也谈到了保罗所讲到的信心的义 我们说这不只是所有歌 还有是源头的意思 乌于信心 借着信而来的义 信心的义 借着信心而来的义 然后行为的义 或者律法的义呢 是说我们借着行为 靠着律法而获得的义 所以首先我们要从律法的义 律法的行为里面获得自由 什么样的自由 不要尝试着靠律法的行为 靠律法的义 试图在神的面前 获得被接纳 被称义的这样的确据 否则的话 我们的良心永远不安宁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阐明 这是三卷 17章1节已经谈到了 称义里面 让我们可以获得的这样的自由 那律法不能将义给人 为什么我们要脱离律法的义呢 超越律法呢 之前我们已经查考了 律法没有办法 律法应许了义 律法的应许 但是那个应许要求什么呢 律法的应许要求什么呢 律法要求人完全的顺从 100条你要顺服100条 你完全完完全全 而且要求终身顺从 现在是回顾 我们之前讲过的 你不只是我今天100%顺从了 你一生活到99岁的时候 你最后一口气 你动了个一念 违背律法的话 那就犯了一条等于犯重条 你99年所有的吃灾 守戒 清规戒律 努力都功亏一亏 所以一定要是完全 上帝的那个标准 要达到神要求的那个程度 无论是深度还是高度 还有广度 还有持久性 完全的 因此我们看到 要想靠律法称义 我们必然欠行完全律法的债 为什么 律法要求完全的顺从 所以我们尽上完全顺从 就是本分 但是我们没有顺从律法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是欠律法 欠行全律法的债 对不对 不但欠债 而且被律法定为有罪 然后受到亏欠律法之债的咒诅 对所有违背律法的人 律法宣布他的咒诅 然后我们心里就充满了恐惧 为什么 违背上的律法得罪上帝 天天愤怒的上帝 面临着我们良心面临定罪 控告不安 所以不确定 没有丝毫的安宁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说过 律法不能给人义 然而我们试图 借着律法的行为 律法的义 去获得在神的面前称义 悦纳 是不可能的 这里面我们已经分析了 所有要求完全终身的 否则的话就是欠债 有罪 被定罪 还受咒诅 然后内心当中有恐惧 不安 不确定 丝毫不安宁 对不对 所以良心要想获得真正的平安和自由 必须要超越律法的义 所以嘉如牧师做总结说 我们或断绝一切称义的指望 我们看了 那些靠律法称义 靠律法的行为要称义的 要么你就绝望 为什么 发现自己根本达不到 律法的要求 没有办法 所以要么就断绝一切的指望 赶紧放弃吧 因为根本做不到 或者必须从律法当中脱离出来 别再继续持续持守着 梦想着守权律法 获得完全顺从律法而获得的诚意 也就是说 要么我们在这种没有办法完全守权律法的 这个光景当中绝望 要么就是干脆放弃这种想法 不要考虑行为 不要考虑守律法 律法的义 律法的行为 因此呢 在称义这件事情上 嘉如牧师总结了 不是在乎我们的律法的行为 不是靠我们守律法或者是律法的行为 而是单单的依赖 上帝的怜悯 不是在于我们行律法的功劳 而是上帝的怜悯 上帝的恩赐啊 然后不是指望我们自己 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 盼望自己今天比明天更好 注意不要误解啊 不是让大家真的放弃在基督里面那个指望 希望自己每一天一天心思一天 而说这种靠自己的行为 律法的行为 律法称义的这种努力的想靠自己的力量 改变自己的这种做法 律法主义的这种指望 把所有的希望都建立在自己 我应该更好 我应该更好 然后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 而是什么 单单的仰望基督 这就是服役 舍己 放弃你的努力 放弃你的力量 放弃你的努力力量不是变得懒惰 懈怠躺平 而是单单全心的依靠基督 我们不是依靠我们里面的力量 而是依靠基督 我们自身之外的 虽然基督住在我们里面 但是依靠不是我自己内在的力量 而是依靠他 他就是基督 不是追究什么 我怎样成为义 我如何如何努力达到这个义 成就义 实现义 而是应该考虑 我是如何被算为义的 虽然我不义 但是上帝在基督里面 透过基督 因着基督 借着基督 称我为义 算我为义 基督的义算在我的头上 我不义 但是基督的 因着信与基督联合 基督的好处都成为我的 我就在基督里 有份于基督一切的功劳和益处 救恩的好处 所以因着基督的缘故 借着圣灵 也是借着信心 透过圣灵 我们实际的享受了 被算为义 所以这个完全不在乎我们的行为 不在乎守律法 在律法之外 神的义 在律法之外显明出来 大家就明白什么意思了 使徒保罗所讲的 就我们脱离律法的恶 这个是什么 律法的定罪 律法的责任 我们必须要守全律法 才能在神的面前称义 试图靠着律法 所以在律法之外 不是靠着行律法而获得义 而是在行律法之外 仰赖神的怜悯 仰望基督 被算为义 被称为义 然而呢 加尔文牧师非常平衡 不能有此推论说 我们基督徒就不需要律法了 我们不是说 我们不是那种无律法主义者 律法就无用了 所以今天基督徒不要遵守律法的教训了 真的有这样的人主张 我们不是废弃律法 律法一无是处都过时了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马太福音 前面一页直接撕掉 前面全扔掉了 扔掉呗 广义的律法是什么五经 包括先知书等等都是 圣诗书 诗歌书都是旧约 整个旧约圣经都是一华的律法 狭义的说是五经 再狭义的十诫 那十诫都废弃了吗 我们从使徒也好 耶稣基督的见证也好 他们都承认 律法是永恒的 神的话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 我不是要废掉 那是要成全 所以在这里面 即便礼仪律 我们也包括那些节期 他们只不过是在形式上 废去了 他们内在的本质 没有废取 而是在基督里成就了 甚至有些事情将来要 真的要实现的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不是不需要律法 前面我们说 我们要脱离律法的行为 律法的义 意思说我们不要尝试着 靠着自己的努力行为 守权律法 获得在神的面积称义 被接纳的这个身份和地位 不是说废去律法本身 不要那么用律法 不要尝试着那么想 不然的话我们良心就没有安心之处 不然的话我们到处经历挫败 恐惧 沮丧 灰心 迟疑 彷徨 不定 所以加尔文牧师谈到这一点的时候 赶紧马上踩油门的过程当中 适当的就搂一下的 守杀 为什么 怕我们基督徒 顾此失彼 恐怕我们误解 好像律法就没有用了 那我们就废掉律法吧 前面不是说了吗 有一些人 借此就放纵 好吧 那既然没有约束了 那我们就随便 不是这样 律法反而 持续的发挥它的功用 这个功用呢 它不断的教导 劝诫 催促我们 去行善 律法不断的教导我们 劝诫我们 催促我们行善 虽然在审判台前良心不宜靠律法 我们在神的审判面前 不是靠着我们守律法 在神的面前可以坦然无惧的去面对 是靠着基督的意 即便不是这个 但是律法仍然是在 教导我们 劝谨我们 催促我们 行善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两者之间是大有差别的 这两件事是指什么呢 是指律法的意 律法的行为 律法的功用 这两者是大有区别的 应该仔细的清楚的区分 就是你要靠守律法得救呢 称义呢 还是要遵守律法的教导 过行善的生活 要区分这两者差异 错误 所以我把这两点 重新做了定义 虽然不是基督教要义里面 但是为了帮助大家理解 我说正确的律法的正用 律法的正用就是律法的功能 是透过提醒信徒尽本分 激励他们追求清洁 圣洁 注意哈 律法的功用是什么呢 是提醒信徒们什么 提醒什么 信徒的本分 律法告诉我们当信什么 当行什么 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当孝敬父母 当首安息生日 这是信徒的本分 没有被废去 我们应该律法的精神 耶稣来了也是遵守律法 不管是为了我们遵守 因为律法就是神的永恒的旨意 基督徒信了主以后 虽然不被律法定罪了 虽然不再活在那种所谓的 律法之意的约束下了 但是律法的教导 仍然是我们需要追求的生活 圣洁成圣生活的道理 这是我们现在主要学的律法的第三功用 所以它提醒我们的本分 告诉我们当行的 而且激励我们去追求什么 清洁 圣洁 追求清洁的生活 追求圣洁的生活 这是律法的证用 基督徒一生要追求尽浅 因为我们蒙昭 就是要成为圣洁 上帝呼召我们 上帝救我们 不只是让我们上天国 是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在地上的时候 让我们活出救恩 行事为人与蒙昭的恩相称 特别是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说 我们都是神的工作 在基督里面造成的 为要我们行善 就是他预备我们所要行的 然后提摩太后书三章 十六节到十七节 特别十七节结束的时候 说到圣经的功用的时候 与教训都则使人归善 教导人行义 叫属神人得以完全预备行 各样的善事 上帝招我们救赎我们的目的 是让我们恢复我们 过一个正常的 与神旨意完全合一的 亚当因着违背神的旨意 偏行几路 那我们这些在幕后的亚当里 得救的人 应该活出一种 完全顺从律法 完全与律法的精神 教导一致的生活 所以神呼召我们 不只说灵魂上天堂 而是让我们完全 过神的 合乎神旨意的生活 过圣洁的生活 追求敬虔 所以这是律法的正用 它就像一个善良的老师 教导我们该尽的本分 然后激励我们 我们去追求 这个清洁和圣洁的生活 追求圣洁 过与蒙昭的恩相称的 圣洁的生活 然后第二点 我说这两者差别 刚才我们讲的第二点是正用 第一点 误用是什么呢 律法的错误的使用 不是律法本身的缘故 是我们错误的对待律法 就是当良心焦虑 如何得到神的恩宠的时候 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 蒙神的恩宠 蒙神的喜悦呢 我们在神的面前 审判的体验 如何去回答神呢 我们的行为要交账 对不对 如何能站立得住呢 如何才能够得到确信呢 在神的面前 确信我是被神接纳 确信我是有永生的 确信神爱我等等 如何获得这样的确信呢 我们无需去揣摩律法的要求 律法要求是 律法的应许是要求 完全顺从 对不对 我们无需去揣测这个 如果揣测的时候 刚才我们已经罗列了六七条 只有绝望 为什么 律法宣布我们是死刑 为什么 我们无法完全遵守律法 只能被定罪 被律法视为是欠律法债的人 所以他就咒诅我们 定我们罪 我们就是悲惨的人 所以不是揣测律法要求什么 而是必须单单依赖 那位超越律法 一切完全的基督 仰望基督 他是超越律法 完全的基督 作为我们的义 作为我们的义 以信心去接受基督 基督的义就归在我们身上 所以不是在律法里面 不是在行为里面 行律法 寻求安宁 寻求这些 而是单单的 倚靠基督 那位超越成全律法 颁布律法 成就律法 超越律法的基督 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义 将他的义算在我们头上 所以基督的义 因着信 借着圣灵与基督联合的那一瞬间 我们就有份于基督的义 基督的义就成为我们的义 一些表述 大家一定要记住 基督的义成为我们的义 这个很重要 这个是很多神学家研究的主题 我们今天简单的先把这些 重要的表述的用语定义 去背下来 慢慢再消化就好了 然后你发现 以后你就会发现 这些词这么精准 非常准 而且这些词不是随便发明的 圣经里面已经说了 那个在基督里称罪人为义的上帝 因着信就将基督的义 白白的归在我们的头上 然后我们就基督成为我们的 我们拥有了基督 然后基督的义也称为我们的 是我们在基督里享受基督 为我们所赚得的一切 所以我们看到要区分 就是我们不是废掉律法 律法的误用 试图靠律法的行为 律法去称义 这个是我们对律法的误用 这个是废弃了 我们要脱离这样的想法 这样的试图 从这个里面获得自由 不是努力这样 而是单单的仰外基督 获得这个 所以这个是 然后之后呢 律法的证用这样 所以我们要区分 我们传统中国教会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的传道人 也没有受过很严谨的神学教育 圣经的理解 可能在这方面教导也不够清楚 有的时候就前后矛盾 有的时候我们要遵守律法 律法是永恒的神的旨意 有的时候我们要废弃律法 我们不再受律法的因素了 我们脱离了律法 你发现这个 同样是律法这个词 这个律法的含义也不一样 但它就前后不一致嘛 搞得自己也讲不明白 为什么 没有深入的研究 所以我们要区分 这两者的差别 律法的证用是什么 律法教导提醒我们本分 激励我们去追求清洁圣洁的生活 让我们追求金钱 上帝蒙召我们的目的 是让我们成为圣洁 这是正用 下一周我们会学律法的第三功用 生活的规范 那个更重要 然后第二方面 我们要否定的是 不要试图靠律法诚意 在神的面前诚意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可以靠律法诚意的 凡有血气的 没有一个人 可以靠自己的行为诚意的 这是一条死路 所以没有出路的 在这里面 究究一定是沮丧不安 要么就骄傲自己 要么就沮丧灰心 是吧 在这个不安当中 彷徨徘徊 没有办法获得 真正的灵魂的安宁 和救恩的确局 你也没有办法敢 确信上帝 确信上帝是真的爱我们 总是在那种不安里面 下一周我们会谈到 仆人和儿子的差距 这是第一小节里面 然后第二小节里面谈到 然后第三小节呢 加尔武牧师就拿 加拉太书保罗的论据 加拉太书里面的论据 来证明论述 我们在基督里面 已经脱离了律法之义的自由 加尔武牧师说到 保罗在加拉太书里 绝大部分都是在处理这个问题 谈到了他引用了两段经文 一段是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 就赎出我们 赎出我们 剥离律法的咒诅 然后五章一节到十四节 一节到四节 基督释放了我们 释放基督 基督 赎出 释放律法的咒诅 教我们得以自由 这个是消极这个正面的 是我们能够站立的 不要在奴仆的恶辖制 保罗告诉我们 若受割离 基督就与我们无益了 我们再也 再指着 凡受割离的 确实说 他是欠权律 刚才我们也讲了 劝刑 行权律法的债 如果靠律法成语 这就是律法的义 律法的行为 我们要排斥的 脱离自由的 就是脱离这种 试图靠律法 在神面前撑影 我们如果这样的话 实际上就是拒绝基督 与基督没有关系 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当中堕落了 基督为我们赚得的恩典 使我们与上帝和好 被神接纳 成为神的儿女 承受产业 永生等等赏赐 靠自己的话 跟基督就没关了 基督里面所有的 一切的好处 都一文无分了 我们反而成为上帝 被律法控告为亏欠 有罪的人 我们就在神的面前 只是一个恐惧战警 等候着神幕后的审判 这样的一个罪人而已 所以保罗在讲什么呢 脱离律法的咒诅 在基督里获得真正的自由 那加拉太书里面谈论 这个我们发现 保罗论证的关键 加拉太书里面 论证的核心是什么 到底是礼仪的问题 说不说割离的问题 还是不仅是割离 还讨论了更高一层的事呢 那有些人认为呢 保罗只是谈到了 割离的问题啊 所以他没有谈到这个 诚意的问题或等等 更高的问题 只是处理礼仪的问题 但是加尔文牧师说 保罗的确是 谈到了礼仪 到底要不要受割离的问题 因为他是在 与那些假使徒们争战 基督将士已经废除了 古时律法的影 注意 废除的所谓的律法 是指律法的影啊 那些礼律 而且废除的是形式 它里面的本质 没有废去啊 实质或者是说实质 实体或者实质 为什么 比如说羊 这个羔羊对不对 我们现在不需要 山羊流血切块 烧祭坛了 不需要在羔羊了 这种形式已经废去了 但是羔羊的那个实质 我们的最需要有代数 真正的羔羊就是基督嘛 他是影子 他是实体嘛 这个实体没有被废去 今天我们仍然靠着基督 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嘛 所以形式被废去了 精硬 实质没有被废去啊 所以保罗不只是谈一事的问题 而是谈福音 你们这些受割离的人 我巴不得你们隔绝 岂不知你们领受圣灵的时候 到底是听信福音 还是靠着什么等等 你们看见那些神迹等等 领受圣灵是因着听信福音呢 还是借着什么呢 基督已经活化在你们中间 是什么缘故 让你们这么快就转离 他的福音呢 保罗所纠结的 不只是个隔离 这种小问题 而是福音的真实 整全的福音是什么 让他们继续凭着我原初传给你们的福音 不是另一个福音 另一个耶稣 另一个灵 所以加勒泰书里面面临的不只是割离的问题 割离只不过是他们教义的冰山的一角 而是他们在传另一个耶稣 另一个灵 另一个福音 所以保罗捍卫的不只是纠结割离的问题 是福音到底是什么 我们如何在神的面前 在基督里蒙恩的问题 所以这个不只是仪式的问题 是基督徒真正自由的问题 我们不拘那些影子了 那种形式了 我们已经在形式上得自由了 我某牧师这个信主以后 也没再去隔离啥的 对不对 姐妹们这个每个月 什么生理期的时候 也不需要在什么到圣殿去献祭 对不对 如果按旧约礼仪的话 你们这个生理期来礼拜坐的椅子 姐妹们生理期的时候 坐那椅子就不洁净了 那你们走的时候 牧师是不是要请个 这个犹太的拉比来搞一搞 这个洁净礼啊 不需要对不对 我们在这种形式上 已经得自由了 那弟兄们也一样 弟兄们这个老说姐妹 好像性别齐上 律法里面规定弟兄 那弟兄有很多这个什么成年人 大家都大学生和这个硕士 我现在能想到的例子就这样 别觉得牧师龌龊 大家成年人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弟兄人有的时候青春期嘛 又没结婚 孟姨 那你怎么办 不结 按律法来说不结 那你要不要到耶路撒冷 献个牛 杀个祭 或者找个附近 一个会堂 去找这个拉比 或者牧师来要负责这个问题呢 告解一下 忏悔一下 献个祭祭 等等 如果按那样的话 大家比今天的信仰生活 要累的很多啊 繁琐的那个繁琐的很多 清晨的时候 你睡懒觉都不行 你早晨得献凡祭 早晨要献祭 中午要献祭 晚上什么等等 大家读旧约的时候 一看那个就蒙圈了 幸亏你生活在新约时代 幸亏你是基督徒 不然的话你就累死了 每年去什么耶路撒冷啊 要做的那些事情啊 要守的那些 要穿的服装啊 广备摩西五经 这一点用西伯来文 被摩西五经就 愁死了啊 所以律法的影子已经废去了 因为实质已经在基督里 实体已经来了 我们讲西伯来书的时候 已经谈过这个问题啊 所以我们说要注意 加拉太书讨论的 比起表面的仪式 我们不否认他处理隔离的问题 但是更深层的是 我们是靠遵守律法的影子 还是靠律法的精英 基督来得自由呢 这个维护 巴不得恐怕你们失去了 在基督里面那个自由 恐怕那些假弟兄 冒充着装着很善良的样子 用假道理去掳劣你们 使你们失去在基督里面 获得那个真自由 让你们重新再做奴隶啊 所以保罗所捍卫的是 真信仰 真福音啊 真耶稣 真圣灵 真福音啊 所以不单是隔离的问题 仪式的问题啊 那首先呢 我们看到 因为福音的亮光 为犹太人的影子所遮蔽 他们传割礼嘛 利用这个旧约的礼仪 让这些外邦基督徒 重新受割礼啊等等 又让他们重新回到那些 旧约律法的要求的 仪式法里面 礼仪法里面 基督已经来了 信基督就可以吧 但是让他们重新 那么你要守那个 还是要废去 耶稣基督的功劳呢 还是要守那个 所以他们就用这些影子 这些礼仪去遮盖福音的亮光 所以保罗指出 摩西的礼仪所预表的一切 仪式嘛 影子嘛 预表嘛 均已经在基督里完全彰显着 基督已经完全成就了 其次呢 因为这些骗子已经将最邪恶的意见 注入到人心中 说此顺服足以配得恩典 让他们去顺从这些影子 照着这些仪式的要求去做 所以保罗说 巴不得你们隔绝了 传这些隔离的人 把你们都隔绝了 然后他说 无知的加勒太人 谁诱惑了你们的心 你们到底是领 经历神迹 是因听信福音呢 还是行立法呢 你们领受圣灵 是因听信福音呢 还是靠行为呢 等等 所以实际上都是靠着信心 借着恩典得到的 对不对 不是靠行律法 结果他们却试图离开恩典 然后试图靠着这样的 守住这些 以为自己配得这些恩典 完全就摧毁了福音 信徒不要幻想 能够借着任何行为 在神的面前称义 这就是律法的意 靠着那些没有价值的尊心礼仪 更加没有用 同时也指出 借着基督十字架 他们得免律法的定罪 否则人都要如此被定罪 因此唯独在基督里面 我们才能有完全的 确信和安息 如何获得这样的安稳 这样的良心的安心 在基督里面 这就是脱离律法的意 脱离律法的行为 在基督里面 获得自由的关键 最后呢 他肯定了信徒 拥有良心自由的权利 良心获得自由的权利 从这些律法的要求里 获得自由 律法虽然教导我们 当行的事情 但是律法不能再定我们罪了 不能再要求我们 继续靠着律法的那种 胁迫 来侍奉 来顺从 来讨神喜悦 我们可以获得自由 已经脱离了律法的定罪 脱离律法的辖制 但是我们获得自由后 反过来 我们按照律法所教导的 那个神的旨意 去生活 不再是奴隶 而是尔藏 这是下周我们要谈的问题 所以这是一种 若无必要 就不应该限制的自由 没有特别必要的话 为了别人的缘故 我要节制自己的自由 免得绊倒别人 或者怎么样 我们就不应该限制自由 因为这是基督里面 释放我们脱离了 就像保罗 有的时候 隔离 有的时候什么 让提摩泰受隔离 然后 禁止提多 受隔离一样 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人 对待两个不同的处理方法 有的时候觉得无所谓 为了传福音 做就做 我们不受得辖制 就按照犹太人 就做犹太人受隔离 但是涉及到 福音本质的时候 犹太人强迫 他提多受隔离的时候 他就拒绝 为什么 一旦接受的 就等于保定福音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如果不是必要的话 我们不应该限制这个自由 我们已经不受他限制了 不受他束缚了 已经在基督里获得自由了 那么我们就做总结 那我们这一节课学到了什么 序言部分 大体我分了两部分 序言部分 然后我们讲到基督徒自由 三个自由里面 三个部分里面 其中讲了第一条 序言里面 我们谈到了这个认识基督徒自由的益处和 这个错了 重要性 重要性 必要性或者重要性 必要性 必要性 然后就谈到了基督徒自由的三个部分 然后三个部分里面 我们今天重点谈到了脱离律法之意 然后脱离律法之意里面 我们要注意两个差别 免得混淆 我们说律法的要求和律法的功用 我说的这个是律法的误用 然后这个律法的证用 律法的误用是什么呢 律法要求我们终生完全顺从 不顺从就是属于欠债 就被定罪是吧 所以我们一想到律法的要求 天天就被定罪 然后总是一种负罪感 被咒诅不安宁嘛 那我们拒绝这种试图守权律法 来到神的面前获得义的地位 和祝福这种想法和作为 但是我们不是废除律法本身的功用 为什么 律法是提醒我们的本分 激励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过清洁和圣洁的生活 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祷告